巨龙东去炼平春 一步一驻 类连连 二十四路龙回转 二十四个望娘滩 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小孩画龙的故事 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贫穷的人家 一间破烂的茅草屋里住着长生和他娘 这长生只有十二岁 小小的年纪还干不了农活 但他十分的懂事 在爹生病去世以后 就主动替娘分担家务 每天清早 他到河边去摸鱼捉虾 卖掉了换些米面回家 看到娘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 这长生就特别的开心 那天长生又起了个大早 挑好水 披好柴 就拿着吊杆往河边跑 这吊了一会雨就下起来了 小伙伴们都收起鱼杆回家去了 却仍坐在河岸边一动不动 雨水很快就把他的衣服打湿了 冷得他直打哆嗦 可他多想像小伙伴们一样回家去啊 可是家里只剩那么一点点米了 如果今天再钓不上一条鱼 娘和他就得饿肚子喽 他正想着忽然感觉 吊杆往下一沉 长生连忙拉起吊杆 河底像有东西在跟他拔河一样 怎么抬也抬不起来 哎呦 哎呦 哎 还真让他给拖上了一条大鱼 他高兴的蹦起来 这回他想 娘要是看到这条鱼 不知道有多高兴的 他蹲下身子从鱼嘴里拔出吊钩 可忽然他听到粗粗的声音在叫 长生啊 长生 你放了我吧 这长生吓了一大跳 松开了抱着大鱼的手 把鱼放到了青草地上 长生看着这大鱼叹了口气说 哎 大鱼啊 我也想放你走啊 可是我娘已经病了好几天了 我还得靠你去换米面给娘吃呢 这鱼说 我给你一个好宝贝 你拿回去以后 要什么就要什么 说完 大鱼从嘴里吐出了一颗珠子 这颗珠子发出了夺目的光芒 长生小心翼翼地把珠子放进口袋里 再小心翼翼地捧起大鱼 把它放回了河中 这长生一手拿着钓杆 一手捂紧了 装着珠子的口袋 赶忙就往家里赶 一进家门 长生就迫不及待地拿出珠子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娘说了一遍 娘拿出干净的衣服 叫长生先换上 又擦干他湿湿的头发说 长生啊 等雨停了 我们就把这珠子拿到城里去卖了吧 长生往屋外一看 雨下得正大呢 得先把这珠子藏起来 这长生刚把明珠放进米缸 这米缸里的米就像泉水一样的往上涌 长生惊喜地大喊 娘 娘 你快看呐 长生娘也走到米缸边上 这米还在继续往上涌 一会儿整个缸都装满了米 娘俩看着满满的米缸 捧住一捧 闻了闻 嘿 还真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呢 有了米 咦 这娘俩的日子就好过多喽 娘对长生说 儿啊 人还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不要去动用那宝珠 长生是个懂事的孩子 一点也没有因为宝珠就懒惰 他仍然是早出晚归 打鱼摸虾 在进城去卖 那天一早 长生前脚刚出门 财主的老婆周氏 后脚就踏进了他们家的门 长生娘心想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周氏平时连正眼都不瞧 我们一眼这些穷人 今天怎么肯进我的茅草屋了 那周氏一进屋 两眼就四处瞧 他对长生娘说 你们煮出了的饭怎么这么香啊 长生娘愣了一下 不知该如何解释 周氏冷笑了一声说 嘿嘿 这不是从哪个富人家偷来的吧 是你们长生偷的吗 哼 这小子每天一早的出去这么晚才回来 准没干什么好事 长生娘一听得急了 竟然把实话给说了出来 晚上到长生回来 娘把白天的事告诉了他 长生心里知道 这宝珠啊 恐怕是保不住了 这长生正担心着呢 邦邦邦的有人使劲的拍门 长生娘把门一打开 财主和他的手下就扑进了屋里 这财主凶神恶煞的说 把宝珠叫出来 见长生他娘不答话 财主的手下开始翻箱倒柜 这财主呢 使劲把长生推到墙边再次逼问 你快说 宝珠藏在哪儿了 财主晃动着长生的瘦瘦的身子 只听咕咕咚一声 藏在长生嘴里的宝珠就滚进了他的肚子 这长生觉得是口渴难受 便向屋外冲去 冲到了河边 扶下身子是咕咚咕咚的大口喝水 喝水已经被他喝掉了一半 可是他还是觉得像火一样烧着难受 长生娘哭着喊着来到了闽江边上 长生听到娘的呼喊回过头来 天呐 长生的头上长出了长长的计较 嘴边边上长出了长长的蓝须 身上红亮亮的鳞片正在发光 吞下了宝珠的长生 竟变成了一条大龙 可是成为大龙的他 已经没办法再回到娘那温暖的怀抱里了 也没办法再照顾娘了 财主和他的手下也追到了闽江边 逼着长生娘交出长生 凶残的财主还想抛开长生的肚子来取宝珠 只见着大龙一甩尾巴冲天的浪涛 把财主和他手下全都卷进了江里 娘在江边大喊着 长生你快回来呀 这大龙回过头来 望着泪流满面的娘 尾巴的岸上一甩就甩出一个大弯 就这样 长生变成了大龙 回头望着娘往东边飞去 一飞一回头 一回头就一甩尾 一共甩了是二十四次尾巴 在这岸上也甩出了二十四个河弯 这二十四个河弯 就是那二十四个望娘滩的由来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